大家好,我是彭佳北 他是我的特別外賓 大家好,我是熊仔 好帥,好優秀 睫毛好長,好會寫歌 我是骆蠟 骆蠟,哦,哪裡來的 骆蠟克雅 哈哈哈哈 本來這首歌是被我的經紀人跟製作人 還有我的企劃同仇陳鴻宇先生 整個是走開走開,我可能沒有要用這首歌 但後來我又把它拿回來,拿回來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好聽 這是一首比較Fusion Jazz的東西 你應該沒有聽過這種同仇會這樣子的聲音 於是有了曲折 但是原來的創作者裡面給我的感受 也沒有所謂的Rap 所以啊,我要謝謝我的製作人陳鴻宇先生 編成同仇會,屬於同仇會的樣子 然後找了這麼優秀的創作人,熊仔 好可愛 也問我好不好 關你屁事啊啊 我覺得他簡直給這首歌一種新的靈魂 破壞 破壞新的靈魂 破壞原來的東西 但是重建了一個非常 非常棒的 因為有熊仔的那個Rap 所以變成這首歌活了起來 於是彭佳惠的聲音 加上這樣子的Rap 你應該很難想像 但很奇怪 他就成立了耶 那你可以告訴我們 為什麼你會寫這些歌詞 就是寫這些Rap歌詞 對,因為我一開始聽到Demo 我一直覺得 哇,這首歌很好 而且很勇敢 是唱得很好嗎 沒有,一開始我聽到Demo版本 沒有 我一開始聽到Demo版本 不是你唱的 對不對 你不是聽我唱的 一開始 誰拿的 我也是見其他人 好過分耶 對 那時候我沒有拿到第一首 真的假的 對 但是我覺得很好 然後後來男人也是很高 那你聽到我 就要有什麼話 對啊 原本是你 原本是創作人寫的 原來是創作人寫 對 誰變你 要去就去 他要先睡了 你還真的趕出去呢 你整被被趕出去 你沒家回了 都怪你沒把絕大嘴巴 倔強愛說 配配配 沒心卻渴望你陪他 追追影機 推推推別疊 跌跌來回推卸著 誰對誰錯 先承認自己有錯 絕對沒錯 當你被遺毒 遺毒遺毒 變遺毒攻毒 你也遺毒 那時候我聽歌詞的內容 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要切入的話 我也跟他講類似的東西 那可能就會太單調了一點 而且嚴肅 對太嚴肅了一點 而且我可能文學造詣也沒那麼好 我寫比較直白一點 用一個 比較像對話式的感覺 可是如果今天又是情侶吵架的話 又好像太一般了一點 所以我的主要的部分 我是寫的好像是一個 在吵架的男生的朋友 就給他一個建議 然後他說 如果他說 別擔心的話 表示 他其實是想要擔心 假裝自己很懂男生 可是其實 你不懂 所以你不懂 我假裝很懂 希望這首歌 也有機會 可以啊 讓更多的朋友聽到 熊仔的那一種 很棒的Rap 謝謝 大家可以試試看 謝謝